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維姆 今天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 所以我很想將今天記錄下 一個將會改變我十幾年來的一個習慣的一天 現在又期待又緊張 畢竟都是做一個關於眼睛的手術 總是有一點點怯的 不過興奮的心情是更加多 嘩,這個手術很搞笑 做的時候會用風噴你的眼睛那一刻 嘩,好搞笑 剛剛做了幾個簡單的檢查之後 十五分鐘後就會見醫生 那就要開始做個手術了 剛剛遞完藥水,現在眼睛的感覺很奇怪 因為麻醉藥水現在我有一點感受不到自己眼珠的感覺 你會不會很緊張? 你剛才麻醉最嚴重在我打機 那真的不可以打機 叫了你沒有看螢幕的啦 現在可以的嘛 你待會要做手術來休息一下,可以不可以 哦 今天回去也要乖乖地 好呢 你吃飯吧 我在一個準備好做手術的狀態 都有點緊張 那麼多度 那可以關閉眼睛了 剛才我的左眼睛很緊張 因為洗腦那次都盡量分泌 現在 OK OK 我已經做完手術了 現在已經休息了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錄都可以開眼 其實是可以開眼的 是的 做完這個手術,休息完之後呢 最重要就是補充體力了 其實好像不是很習慣 但是我純粹是想吃東西 哈哈 我現在看東西的情況是 聞茶茶的 為何夢茶茶 好像早上剛剛睡醒呢 被眼視濾著眼睛的感覺 那我會不會痛呢 就不會說真的好疼的 但是我現在是看不到字 給我眼藥水 然後我看一下藥水 那些多久比較像的 我都要控到很慢才能看到那些字 然後我看這份菜單 是好像消失了 聽不到那些字 老婆告訴我 是message 對焦不到我看字 這個距離是舒服的 大概可以猜到是什麼字 我看不到數字的 老婆幫我看看message 我完全看不到 等我幫你說不定 不要 哈哈 哇老公 你好 你怎麼樣 我睡醒一覺了 我們睡了多久 兩個多小時 你看東西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 現在看東西已經 比起我睡前已經清楚了 然後呢 我這些手機的字 看得到 但是不代表你今天可以不停看手機 我沒有看 好像小孩 嗯 乖 你弄什麼啊老公 這個是保護我的 因為可能呢 睡覺會不小心觸眼那些 然後 噢噢噢噢 觸不到觸不到 哦 即是怕我晚上無緣無故 中你一出 最主要是避離 因為你會反眩 然後 然後又噴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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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究竟人乖乖乖走來走去的那條電話 啊~~ 介紹一下這隻叫做Baboo 這隻叫做Boloo 因為它喝波子汽水所以叫做Boloo 這隻再想想看見什麼味道 剛剛看完電影在尖沙咀海旁走的時候 突然發現 明白嗎? 我除了眼鏡都是這麼清晰的 因為我現在出街都是會戴眼鏡的 但我除了眼鏡發覺 還是看電影這麼清晰的時候 感覺真的很神奇 原來我現在還沒有恢復所有視力 因為如果真的到100%完全恢復 應該是要一個月的時間 但我猜不到做完手術的第二天 我覺得現在我已經有八成半 就是看電影基本上都不會太大問題 有時候可能看遠夜可能差一點 HELLO想說一點 到底為什麼我會想做這個微笑矯視 一個很大的很大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其實都習慣了眼鏡 眼鏡對我生活上問題不太大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經常拍攝的時候 譬如認真一點的製作 不是平時拍的影片 平時拍的影片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有些認真的製作的時候 我的眼鏡經常都反光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之前拍MV 拍微電影 我也是把鏡片拆了出來的 是這樣穿出來 拆了出來 那就是免得有時拍反光會不會太好看 看不到眼睛 那這件事其實是挺困擾我的 我有一次上台也是 那我又是一緊張 我個人就會起霧氣 因為我起霧氣的關係 我的鏡片會很忙 好像坤哥那樣 所以因為這兩個原因 其實一直都很想做矯視 這次終於得起深光去做微笑矯視的手術 那為什麼要做微笑矯視不做傳統那一隻呢 那我就做了一些研究的 那微笑矯視相對的效果比較少 還有做起來那個傷口更加小 這個很重要 那想起做手術的時候 進去它很有趣的 有個位置的激光 進去那個位置其實要等24秒 等激光射你 其實那個位置很緊張的 因為他說看著綠光 但是那個綠光去到差不多最後那十幾秒就會消失的 那如果你不能夠看著那個位置 周圍看著的話 就有機會影響到你的矯視做得不好 那它會不斷提醒你的 一定看著那個位置 看著那個位置 但是去到綠色不見了的時候 那個心真的會慌的 那幸好我都能夠去看著那個位置 並且很順利完成的手術 還有它們真的很專業 令我覺得很舒服 做機光額不同的 但是出來它會在你的眼裡 在那邊清走某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好像有些壓著壓著你 那個位置是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都沒有去到說痛 但是過程就一定會緊張的 那手術都很快就完了 因為它做之前 都會給你們看一份風險說明 一邊看的時候 都一邊解釋 其實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它們都真的蠻專業 還有做這個手術之前 我已經去了一次做這個測試 因為原來不是每一個人 它的眼睛情況都適合做這個測試 那我還是去到檢查 檢查完就覺得原來都很OK 這樣做到 那它的測試都分5、6部機 比我想像中它更加認真去測試 還有接下來的時間都很關鍵的 那我自己要真的非常乖 要滴它們的眼藥水 然後洗頭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那些髒水入到眼睛 不可以化眼妝等等 希望我對眼睛接下來的時間 可以好好地康復 叮叮 手術後的第四天了 現在你家裡看東西都覺得很清楚 不過有時候 眼睛乾的時候 會看不到比較軟一點的字 通常會滴一些眼藥水 之後就會噁很多了 他說2個小時是第一次最基本的眼藥水 我是非常聽話2個小時才會滴一次 這次看來我一定會錄得很好 我一早看一看畫面裡面的自己 有很多奇怪的 又有鬍子啦 眼睛也很奇怪 跟鬍子沒有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 整塊眼睛都很奇怪 跟鬍子沒有關係 好啦 下次見 Hello 又回來了 經過了一個月的時候 我的眼睛已經康復得七七八八了 不應該這麼說 應該說九九十十才對 對了 前幾天就是覆診 覆診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說 他會做了各種檢查 都是做幾個機器 還有做視力檢查 然後他跟我說一個消息 我是覺得有一點驚訝的 他說康復有一個指數 假設來說 如果有100分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有幾個分 那我竟然拿到一個非常之低的分數 你也沒有跟我說的 你有 回來你就問我 然後我就跟你說 就是說 醫生跟我說 或者是九十九分 我還差一分 是拿不到 就是我以為是 滿分可以通過的 不是不是不是 那其實呢 他都說 康復得真的很不錯 那我自己也真的感覺到 那視力也都是 基本上都會恢復 那你說有沒有眼乾的情況 都真的很少 那話說呢 前幾天去了看這個3D IMAX 那很爽的 直接戴那個副眼鏡 而不用一副眼鏡 外面再加副眼鏡 那感覺實在太爽了 這個完全對我來說 一個非常大的 bonus 我沒想過 原來看電影都會爽一點的 好啦 好啦就是這樣 下次回來再見一位 Bye Bye